我其實也曾經講過 做政治跟做生意 真的是隔行如隔山 兩個是完全不一樣的事情 那麼郭董他或許在商場上面 這個叱咤風雲 但是在政壇上面 我覺得他似乎還是非常非常的不熟悉 那麼在回黨這件事情 跟參選總統這件事情 我認為應該是分開看的 為什麼分開看呢 因為對國民黨來講 所有的同志 我們當然都歡迎他回來 除非他做監犯科 或者是犯了什麼天條 那他當時情緒性的出走 他後來冷靜下來之後 希望能夠回到他這一輩子都認同的 孫中山的理念 我覺得國民黨沒有拒絕他的理由 所以他去年前年都可以做這件事情 尤其那時候當國民黨事實上是很低迷的時候 他如果回來也算是一種送暖 但是你在一二六 我們的總統都已經 你在一一二六 我們的地方選舉大勝之後 你才開始因為起心動念想選總統 才要來解決黨籍的問題 那這個就讓人家覺得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了 那麼好像就是說 變成國民黨要再為你量身訂做一次 我覺得這真的是難上加難 那我覺得我不知道 郭董他是去得到了一些什麼樣錯誤的訊息嗎 還是他自己誤判 他會認為說這時候 國民黨會再一次的為他量身訂做 然後為他來制定一個初選的辦法 我很難想像 雖然我沒有辦法代表黨中央 但我很難想像朱主席會這樣子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恐怕只是 2024大選之前的一個插曲而已 我覺得國民黨應該是回到我們的正軌上面來 那麼該提名誰就提名誰 那麼我覺得郭董就是抱歉了 沒辦法 用現在的很清楚的一個客觀局勢來看的話 的確這個侯友宜是實力最強 也最有可能勝選的國民黨的王牌 所以侯友宜成為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 我相信是大家共同的期待 也是我自己個人現在的判斷 我認為侯友宜是最佳的人選 所以其實對黨中央的提名來講 也並不複雜 那麼應該是往思考就是 如何徵召侯友宜這個方向來努力 所以我會覺得說 以現在的客觀局勢來講 國民黨內似乎也沒有辦初選的需要跟必要 那至於我個人是沒有什麼興趣 在這個時候去批評郭董 因為就如同我說的 在商場上面做生意 我們大家可能都輸他 但是在政治上面 這真的是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的一碼式 他可以看得出來 還是非常不熟悉政治的這個遊戲規則 侯友宜的處境呢 跟當時韓國瑜的處境也不太一樣 所以我會認為 這次侯友宜出來參選的路 應該會順利很多 那也很希望 未來我們可以一起打這場2024的勝仗 包括郭董在內 跟我們一起打這場仗 然後一起來支持 好友宜 系統裡面呢 全天候現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電解磁氯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呢 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 而且沒有污染 兒童孕婦呢 都是很適用的 哪裡可以買到水神生成精呢 就是上我們的快點GO